非暴力沟通 作者马歇尔·卢森堡 易序 我曾经以为 我的一生将致力于对生命的痛苦做出反应 后来我发现 这过于沉重 过于灰暗 于是我只看到痛苦 我的心难免会被乌云所笼罩 被绝望所吞没 在徘徊中 终于有一天 我发现 我的人生可以对生命的美丽做出反应 当我看到了美 自己 他人 以及其他生命的美 我心中充满了柔情 也找回了生活的热情与活力 这个转变 我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卢森堡博士 发现的非暴力沟通模式 我对非暴力沟通 感兴趣 始于2005年 那时 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了 非暴力沟通一书的英文版 并告诉我 作者卢森堡博士 希望能有中文版 我原以为 这只是一本提高语言修养的书 没怎么放在心上 可开始读后 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后来 我在给 卢森堡博士的信中写道 开始时 我并不指望能学到多少东西 可是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发现 我经历自己的方式 无意中促成了自我憎恨 由于认为自己 应该做许多事情 我不停地指责自己 命令自己 要求自己 这不可避免地 导致内在的分裂与不满 而非暴力沟通提醒我 倾听内心中不同的声音 以及它们所反映的需要 这促进了自我理解 和内心的和谐 兴奋之余 我写信给代理该书版权的 美国出版社 表示愿意翻译此书 并联系出版 隔天 我就收到了 该书英文版的编辑 非暴力沟通培训师 吕静安女士的来信 她表示 愿意教议我的翻译 此后 我就在静安的指导下 展开了对全书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 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特别是第一章 先后有十几位朋友 帮助润色 及推敲关键词的翻译 其中有位朋友 还在电话中 帮我逐句教义 此外 一些读过易稿的朋友 也来信表示鼓励 我的朋友杨瑞 在信中说 你的翻译 已经产生了现实效应 我觉得第九章很不错 把它发给了一位好友 碰巧 他的上司 最近老是找他工作上的茬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把第九章 爱惜自己转发给他 据说 他现在在电话里 跟他讲话安静多了 我很希望这本书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安静下来 使用暴力的人 其实是因为 他们内心宁静 遭到了破坏 所以 他们才会用暴力的方式 维护或寻求心灵的和平 这或许是暴力的蝴蝶效应吧 这本书的翻译前后 历时近两年 为了深化 对非暴力沟通的理解 我于2006年9月 前往澳门 协助静安 为澳门善募会提供培训 并于同年12月 前往印度 参加卢森堡博士主持的 非暴力沟通国际培训 善募会的服务对象 是处于困境中的妇女 她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 提供临时住所 短期工 并成立妇女互助中心 为单亲家庭提供帮助 善募会负责人 敌宿山修女 在信中介绍了 为什么她们的 非暴力沟通感兴趣 近几年 我们开始为单亲家庭中的孩子 提供培训 这些孩子经历了家庭暴力 我想帮助他们 学习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是一年前 我们决定继续预防暴力的努力 通过互联网 我们查询了世界各地相关的 培训项目 直到发现非暴力沟通 它看起来简单而且可行 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可以说 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 鼓励以及相关的培训 我很难顺利地完成翻译 当然 更重要的是 非暴力沟通本身的魅力 换一句话说 是非暴力沟通 吸引了我们参与翻译工作 非暴力沟通提醒我们 人性是相通的 虽然每个人的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或许不同 但作为人 却有着共同的感受和需要 这样 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运用非暴力沟通 我们将能专注于彼此的感受和需要 从而促进倾听 理解 以及由衷的互助 人们常说 爱能使心灵的创伤痊愈 我深信 爱的能力取决于审美能力 我衷心祝愿非暴力沟通中文版的出版 能够有助于我们发现生命的美和力量 不仅使我们内心的创伤痊愈 而且还能使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创伤痊愈 阮映华2008年10月20日 非暴力沟通 作者马歇尔·卢森堡 前言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我在南非度过了童年 作为有色人种 生活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 并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那里 肤色随时都可能会给你招来无情的刺激 十岁那年 白人打了我 他们认为我太黑了 接着 黑人又打了我 他们认为我太白了 这样的耻辱 也许会让任何人想报复社会 看到我处于悲愤之中 父母决定送我到印度和祖父圣雄甘地住一段时间 他们希望我能从祖父那里学到如何面对愤怒 挫折 歧视和耻辱 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中 我学到的远远超出期待 唯一的遗憾是 那时我还是个普通的孩子 年仅十三岁 如果年纪大一些 聪明一些 或更有思想 那么我就可以学到更多 然而 非暴力生活的一个关键就是 感激生活的赐予 而不是贪心 我怎么可以忘记这一点呢 和祖父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意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非暴力 以及认识自身暴力的重要性 由于缺乏了解 我们常常认识不到自身的暴力 我们认为 只有打人 鞭打 杀人 以及战争等 才算是暴力 而这类事 与我们无关 为了加深 我对暴力的认识 祖父让我画了一棵树 类似家族的树 用以描述暴力的根源 他认为 认识暴力 有助于理解非暴力 每天晚上 他和我一起分析 我一天中的经历 我的所读 所看 所做 如果某个行为 涉及使用武力 就把它归到暴力之术 身体的暴力那一边 如果主要造成精神伤害 那就归到暴力之术的 隐蔽的暴力那一边 几个月后 我房间的一面墙上 就写满了各种隐蔽的暴力 与身体的暴力相比 他们的危害性不那么明显 但祖父认为 他们更为有害 他解释说 归根结底 是隐蔽的暴力 激怒了受害者 使他做出暴力的反抗 不管是以个人的名义 还是以团体成员的名义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为促进和平 所做的努力 要么徒劳无功 要么昂花一现 不切断地狱之火的燃料供应 怎么可能成功灭火呢 祖父反复强调 在交流中运用 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 许多年来 通过著书和开设研讨班 卢森堡博士 亲力介绍非暴力沟通 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带着浓厚的兴趣 我阅读了本书 这本书的深度和简洁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父曾提倡 让梦想中的世界 通过我们的转变得以实现 我相信 除非从我做起 我们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不幸的是 我们总是希望别人 先开始改变 非暴力不是今天用了 明天就可以抛弃的权益之计 非暴力也不是让你 变得温顺或听话 非暴力主张积极进取 而非消极无为 人们习惯围绕个人利益 采取行动 在基于狭隘个人主义 物质之上的当代社会 更是如此 视非暴力为权益之计 或对他人顺从 并无异于家庭 社区和国家的和谐 在国家危急时刻 能否挥舞国旗聚集在一起 并不重要 成为超级大国 拥有多次毁灭地球的能力 不足以解决问题 通过军事力量 征服世界其他地区 也于事无补 因为恐惧 无法带来和平 非暴力意味着 让爱融入生活 让尊重 理解 欣赏 感激 慈悲和友情 而非自私自利 贪婪 憎恨 偏见 怀疑和敌意 来主导生活 人们常说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为了生存 我们必须不择手段 这个观点 请恕我无法同意 如果今天的世界是无情的 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造成它的无情 我们的转变 与世界的状态息息相关 而改变沟通方式 是自我转变的重要开端 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 并运用它介绍的沟通方法 我深信 提升沟通品质 有助于建设一个 有爱的世界 语言是窗户 否则 它们是墙 听了你的话 我仿佛受到了审判 无比委屈 又无从分辨 在离开前 我想问 那真的是你的意思吗 在自我辩护前 在带着痛苦和恐惧质问前 在我用言语 筑起心灵之墙前 告诉我 我听明白了吗 语言是窗户 或者是墙 它们审判我们 或者让我们自由 在我说与听的时候 请让爱的光芒照耀我 我心里有话要说 那些话 对我如此重要 如果言语 无法传达我的心声 请你帮我获得自由 好吗 如果你以为 我想羞辱你 如果你认定 我不在乎你 请透过我的言语 请听 我们共有的情感 鲁斯 贝本梅尔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 融入生活 引言 我相信 人天生 热爱生命 乐于互助 可是究竟是什么 使我们难以体会到 心中的爱 以致互相伤害 又是什么 让有些人 即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也能心存爱意 这样的思考 始于童年 大约是1943年的夏季 我家搬到了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到达后的第二个星期 公园中一起暴力事件 引发了种族冲突 接下来几天 有40多人遇害 我家处于冲突的中心地带 整整三天 我们都紧闭家门 不敢出去 冲突结束后 学校复课了 我发现 和肤色一样 名字 也可能招来危险 老师点名时 有两个男孩瞪着我 学生说 你是看个吗 我从未听过这个词 不知道 他是某些人 对犹太人的灭称 放学后 他们在路上拦住我 把我摔在地上 拳打脚踢 从此 上述两个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我 是什么 赋予我们力量 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 也能关爱生命 给我启发的 是像 爱提海勒申那样的人 即使被关押在德国人 惨无人道的集中营 他依然 一片柔情 在日记中 他写道 我不会轻易害怕 那不是我勇敢 而是我知道 他们也是人 我必须用心 理解他们的行为 今天早上 那个性情粗暴的 年轻盖世太宝 冲我吼叫 我没有生气 而是关心他 我想问 你的童年 很不开心吗 女友抛弃你了吗 他看起来愁眉苦脸 躁动不安 阴沉而又虚弱 我当时就想帮助他 他那么痛苦 一旦为所欲为 是多么危险 爱提海乐深 日记一则 我认识到语言 其表达方式的 巨大影响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谈话方式 是暴力的 但我们的语言 却是常常 引发自己 和他人的痛苦 后来 我发现了一种 沟通方式 依照他 来谈话和聆听 能使我们 情意相通 乐于互助 我称之为 非暴力沟通 这里 借用甘地 曾用过的 非暴力一词 来指 暴力消退后 自然流露的爱 在一些地区 这种沟通方式 被称为 爱的语言 在本书中 NVC 指非暴力沟通 或 爱的语言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 融入生活 人生的抉择 非暴力沟通的基础 是一些沟通方式 即使在逆境中 它们也能使人 乐于互助 非暴力沟通 没有任何新的主张 它所吸纳的内容 都有悠久的历史 它的目的 正是提醒我们 借助已有的知识 让爱 融入生活 非暴力沟通 指导我们 转变谈话 和聆听的方式 我们不在 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而是去 明了自己的 观察 感受 和愿望 有意识的 使用语言 我们 即诚实 清晰地表达了自己 有尊重 与倾听他人 这样 在每一次互动中 我们都能 聆听到自己和他人 心灵深处的呼声 同时 还促进我们 仔细观察 发现 正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和事件 并提出明确的请求 它的方式 虽然解明 但能带来 根本性的变化 听到批评时 我们一般 会申辩 退缩或反击 然而 一旦专注于彼此的观察 感受及需要 而不反驳他人 我们便能发现 内心的柔情 对自己和他人 产生全新的体会 这将最大限度地 避免暴力 通过强调倾听 倾听自己及他人 非暴力沟通 培育彼此的尊重 关注与爱 使人乐于互助 虽然我称 非暴力沟通 为沟通方式 但它不只是沟通方式 它更是一种 持续不断的提醒 使我们专注于 更可能满足 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 有个故事 讲述一个男人 在街灯下 趴着寻找东西 一位路过的警察 问他在找什么 那个有些罪意的男人 回答道 找车钥匙 警官就问 是在这儿丢的吗 他说 哦 是在公园丢的 看到警察很困惑 他急忙解释说 这里的光线 要亮得多 让爱 融入生活 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与他人 情义相通 我乐于互助 可是 由于主流文化的影响 我迷失了方向 于是 我想借非暴力沟通 来看清 并专注于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所说的是 乐于互助 在下面的 这首抒情诗中 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你 取之于我 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当你知道 我因失于你而快乐 你明白 我的给予 不是 让你欠我的人情 而是因为 我想活出 对你的爱 欣赏的接受 或许 是最佳的赏赐 我无法将二者分开 当你施于我 我给你我的接纳 当你取之于我 我感激 你的赐予 鲁斯 贝本梅尔唱片集 《霍赠》 写于1978年中的 《霍赠》一歌 当我们真诚助人时 我们丰富他人生命的愿望 得到了满足 我们的行为 是出于由衷的喜悦 这样的给予 让失者和受者 同时受益 由于失者的给予 既不是出于恐惧 内疚或羞愧 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受者获得馈赠 却不会有心理负担 与此同时 失者会因为 自己行为的价值 更加欣赏自己 非暴力沟通的使用 并不需要沟通的对象 熟悉非暴力沟通 或对我们心存善意 如果我们遵循 非暴力沟通的原则 乐于互助 并表明 那是唯一的动机 那么 他人也会加入我们 最终形成良好的互动 我并不是说 这种局面 总会很快出现 但我相信 只要信守 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方法 有爱之花 必将在你我心中 弄发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 融入生活 非暴力沟通的要素 为了彼此乐于互助 我们专注于四个方面 非暴力沟通模式的四个要素 首先 留意发生的事情 我们此刻观察到了什么 不管是否喜欢 只是说出人们所做的事情 要点是 清楚地表达观察结果 而不是评断和评估 接着表达感受 例如 受伤 害怕 喜悦 开心 气氛等等 然后 说出哪些需要 导致那样的感受 一旦用非暴力沟通 诚实地表达自己 前三个要素 就会得到体现了 举例来说 一位母亲 可能对于他 主义青春期的儿子说 Felix 看到咖啡桌下的 两只脏袜子 和电视机旁的三只 我不太高兴 因为 我看重整洁 接着 他立即提出了 非暴力沟通的 第四个要素 具体的请求 你是否愿意 将袜子拿到房间 或放进洗衣机呢 这一要素 明确地告知他人 我们期待 他采取何种行动 来满足我们 这样 这位母亲 就清楚地说出 非暴力沟通的 四个要素了 借助这四个要素 诚实地表达自己 是非暴力沟通的 另一方面 非暴力沟通的 另一方面 是借助他们 关切地倾听 我们首先 通过体会他人 此刻的观察 感受和需要 与他人建立联系 然后聆听他们的请求 来发现 做什么 可以帮助他 保持对这两方面的关注 并帮助他人 也这么做 双方便可持续互动 直至情意相通 我此刻的观察 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为了改善生活 我的请求是什么 你此刻的观察 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为了改善生活 你的请求是什么 使用非暴力沟通时 表达自己或倾听他人 都是好的开端 但要牢记的是 非暴力沟通 不是固定的公式 它可以适应不同的情况 并根据个人风格 及文化环境 做出调整 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将非暴力沟通 成为沟通方式 但有时语言是多余的 非暴力沟通的精髓 在于对其四个要素的觉察 而不是使用什么字眼 进行交流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 融入生活 非暴力沟通的运用 无论自我对话 与人交谈 还是小组讨论 非暴力沟通 都能使我们心存爱意 因此 它适用于各个层面的交流 和各种环境 亲密关系 家庭关系 学校 组织机构 心理疗法 及精神辅导 外交和商业谈判 任何性质的争论和冲突 有些人用非暴力沟通 增进与伴侣的感情 当我运用非暴力沟通 与他人交流 我不再觉得受伤 也没有退缩 而能倾听和领会他的情感 我发现 这个与我结婚28年的男人 内心原来那样痛苦 在我参加非暴力沟通 研讨班前的那个周末 他甚至提出了离婚 长话短说 幸亏非暴力沟通 挽救了我们的婚姻 否则 今天我们不可能一起来到这儿 我试着体会他的感受 说出我的需要 听取不中听的回答 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讨我欢心 我来也不是为了他的幸福 我们学着成长 接纳和爱 只有这样才能各得所愿 圣地亚哥研讨班参与者 还有人用非暴力沟通改建工作 一位教师写道 在特殊教育的课程中 我使用非暴力沟通 大约已有一年了 有些学生具有表达困难 学习障碍和行为问题 但也能运用非暴力沟通 比如有位学生在教室中吐谈 咒骂 尖叫 并用铅笔去戳 走进他课桌的同学 我提醒他 请换一种方式表达 使用长颈鹿语言 在一些研讨班中 长颈鹿形状的木偶 被用作解释非暴力沟通的教具 他立即站起来 看看本想指责的同学 平静地说 你看我这么近 我都生气了 离我的桌子远点好吗 另一个学生也许会说 没问题 我忘了你不喜欢这样 我开始思考 为什么我会有挫折感 我想知道 除了和谐与秩序 我还需要什么 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备课 可为了管理课堂 我无法好好讲课 这也影响了 其他学生的学习 当他再次发作时 我开始告诉他 我很看重学习 请认真听讲好吗 也许一天中 也请他一百次 但他一般都会重新开始 认真听课了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 一位教师 再来听听看 一位医生怎么说 在行医时 我经常使用非暴力沟通 一些病人问我是不是心理学家 因为医生通常并不关心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对疾病的态度 非暴力沟通 帮助我敏锐地 觉察了他们的需要 了解特定的时刻 他们需要听些什么 这对改善 与血友病人和艾滋病人的关系 特别有用 此类医患关系 常常会受到强烈愤怒 和痛苦的冲击 在过去的五年 有位患艾滋病的妇女 接受了我的治疗 最近她提到 我努力帮她寻找生活的乐趣 是她得到的最大帮助 非暴力沟通功不可没 在过去 一旦得知病人患了致命的疾病 我就心灰意冷 难以真诚地鼓励他们拥抱生活 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 我开拓了视野 找到了新的沟通方式 她与医疗活动相辅相成 我真是喜出望外 随着更加频繁地投入 非暴力沟通之舞 我更加热爱工作 并深得其乐 巴黎的一位医生 还有些人 把非暴力沟通运用在政治上 法国的一位内阁成员 去看妹妹时 注意到妹妹和妹夫的沟通方式 和以前很不一样 听了他们对非暴力沟通的介绍 她深受鼓舞 于是提到下周 她需要代表法国 就有关任养程序的一些敏感问题 与阿尔及利亚进行谈判 尽管时间很紧 我们还请了一位讲法语的培训师 去巴黎配合那位内阁部长 后来她认为 新学习的沟通技巧 对谈判的成功 有突出的贡献 在耶路撒冷 不同政治立场的以色列人 参加了一个非暴力沟通研讨班 参加者使用非暴力沟通 为容易引起争议的西岸问题 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许多已在西岸建立家园的以色列人 相信他们的行为 是履行宗教使命 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不仅来自巴勒斯坦人 而且来自那些承认这一地区 将属于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 期间我和一位培训师 示范了如何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倾听 然后请参加者轮流扮演其他人的立场 二十分钟后 一位定居者宣布 如果他的政治对手 能像刚才那样倾听他的心声 他愿意考虑放弃在西岸的定居点 并迁倒国际认可的以色列领土 在世界上 有些地区面临着激烈的暴力冲突 以及棘手的种族 宗教或政治问题 非暴力沟通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看到非暴力沟通培训的普及 以及人们使用它来调节以色列 巴勒斯坦 尼日利亚 卢旺达 塞拉利昂 以及其他地区的争端 我感到特别的满足 我和工作伙伴 曾在贝尔格莱德紧张地工作三天 培训那里 和平工作的市民 他们的国家 正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残酷的战争 我们刚抵达时 学员们看上去十分沮丧 随着培训的进行 我们听到他们咯咯的笑声 他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并与我们分享 他们深深的感激和快乐之情 接下来的两周 我们在克罗地亚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先后开展了培训工作 我们再一次看到 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 这些处于战乱之中的人们 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地 讲非暴力沟通 体会它所激发的力量和喜悦 我深感幸运 现在我很高兴 能够通过这本书 来与你分享 非暴力沟通的丰富内容 非暴力沟通 作者马歇尔·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融入生活 小杰 非暴力沟通提醒我们 专注于彼此的观察 感受需要和请求 它鼓励倾听 培育尊重于爱 使我们情意相通 乐于互助 有些人用非暴力沟通 理解自己 有些人用它改善人际关系 还有人借助它改进工作 在世界各地 非暴力沟通 被用来协调各个层面的争论 和冲突 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 作者马歇尔·卢森堡 第一章 让爱融入生活 非暴力沟通实力 杀手 杀孩子的凶手 谋杀犯 本书的许多章节 带有题为 非暴力沟通 在行动的对话 这些对话 是想请读者 去体会 非暴力沟通原则的 实际应用 然而 非暴力沟通 不只是语言表达 或使用文字的技巧 它所包含的意识和意图 也可以通过沉默 专注 以及面部表情 和身体语言来表达 你将读到的非暴力沟通 在行动的对话 是实际对话的摘要和删解版 在实际的对话中 静静地倾听 故事 幽默 姿势等 使双方的交流 比书中 浓缩之后的对话 显得自然 我曾在 伯利恒德黑萨 难民营中的 一个清真寺 讲解非暴力沟通 听众是巴勒斯坦的 穆斯林男子 大约有170人 那时巴勒斯坦人 对美国人的态度 并不友好 言说的时候 我突然注意到 听众中传了 你一阵低沉的声音 我的翻译提醒我 他们正低声议论 你是美国人 此时一位男子站了起来 他冲着我 使劲地喊道 谋杀犯 许多人立即随声附和 大声喊 杀手 杀孩子的凶手 谋杀犯 十分幸运的是 我能够全身 贯注地体会 那个男子当时的 感受和需要 我对这种情况的发生 早有预感 来难民营路上 我看到了几个 前一天晚上 摄入难民营的 催泪弹弹壳壳 每个弹壳上 美国制造这几个字 十分醒目 我知道 对于美国供应催泪弹 和其他武器给以色列 这些难民心中 充满愤怒 我和那个称我 为谋杀犯的男人 开始对话 我说 你生气 是因为 你想要我的政府 改变他使用资源的方式吗 我不知道当时 我猜的对不对 但关键是 我确实关心他的感受和需要 他说 天傻 我当然生气 你以为 我们需要催泪弹吗 我们需要的是排水管 不是你们的催泪弹 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对他说 所以你很愤怒 你想要一些支持 来改善生活条件 并在政治上独立 接着他回答 你知道 我们带着小孩 在这里住了27年 是什么感受吗 你对我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况 有一点点的认识吗 我接着说 听起来 你感到绝望 你想知道 我或别人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了解 这种生活的滋味 他回答 你想了解吗 告诉我 你有孩子吗 他们上学吗 他们有运动场吗 我儿子病了 他在水沟里玩耍 他的教堂里没有书 你见过没有书的学校吗 接着 我说 我注意到 你在这里培养孩子 是多么的痛苦 你想告诉我 你所要的 这是所有父母 想给孩子的 好的教育 以及健康的环境 来让他们 玩耍 和成长 他回答 不错 这些是最基本的 人权 你们美国人 不是说这是人权吗 何不让更多的美国人 来这里看看 你们给这里 带来了什么样的人权 我回答他 你是希望 更多的美国人 了解你们巨大的痛苦 并意识到 我们政治活动的后果吗 我们的对话 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 他一直在表达痛苦 而我倾听 每句话所包含着的 情感和需要 他主动帮助我了解 他的心灵 以及深深的不幸 我并不将他的话 视为公鸡 而当作 来自人类同胞的礼物 当这位先生 感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他开始愿意听我讲 来难民营的目的 一个小时后 这个原来称我为 谋杀犯的男子 邀请我 去他家里 享用丰盛的摘月晚餐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二章 是什么 蒙蔽了爱 是什么 使我们难以体会到 心中的爱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我发现 某些语言和表达方式的 负面影响 他们虽然致力于 满足某种愿望 却倾向于 忽视人的感受和需要 以致彼此的疏远和伤害 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 我称为 异化的沟通方式 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 是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 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那他就被看作是 不道德或邪恶的 例如 你的毛病 是你太自私了 他对人有成见 这是不恰当的 批评 指责 辱骂 归类 比较 以及评论等 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 卢弥写道 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 有片田野 我将在那里等你 然而 语言使我们陷入是非之中 他擅长将人分类 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 正常或不正常 负责任或不负责任 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 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 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 或不理解的事 就会想 别人有什么不对 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 是我不想做的 那他就太过分了 如果有人开车 横冲到我面前 那他就是混蛋 同样的 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 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 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 而忽视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 因此 如果女友想多一点体贴 那他就太粘人了 可是 如果我想多一点体贴 那他就冷漠地像个木头 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 那他就是有强迫症 反之 如果我更在乎细节 他 就是粗心大意 我相信 诸如此类的评论 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 极需要 不幸的是 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 很可能会招来敌意 使我们的愿望 更难得到满足 即使他接受批评 做出让步 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 来迎合我们 或迟或早 我们将会发现 对方不再那么友好 当然 他们也付出了代价 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 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 并厌恶自己 重要的是 在这里 我们不要将价值判断 与道德评判混为一探 什么是可贵的品质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 例如 我们也许会欣赏诚实 自由 以及和平的价值 价值判断 反映了我们的信念 生命的需要 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 看到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行为 我们可能就会说 暴力是不好的 杀人者是邪恶的 然而 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爱的语言 我们将会直接说出 我们的价值观 而不是指责他人 此时 我们就会说 对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我很担心 我主张 通过其他方式 来解决冲突 语言与暴力的关系 是科罗拉多大学 心理学教授哈维的研究课题 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 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 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 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 暴力事件就越频繁 在一些社会中 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 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 在另一些社会中 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 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 远少于前一种社会 我一点都不吃惊 在美国 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 有75%的电视节目 在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 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 是很典型的现象 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们 坏人应该被惩罚 暴力的根源在于 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 将冲突归咎于对方 至少大部分暴力的根源都是如此 不论是语言 精神或身体的暴力 还是家庭 部落 以及国家的暴力 冷战期间 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的危害性 美国领导人 把前苏联看作是 致力于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 邪恶帝国 前苏联领导人 将美国人 看作是试图征服 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 双方都没有承认 内心的恐惧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二章 是什么 蒙蔽了爱 进行比较 比较 也是平叛的一种形式 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 作者 丹 格林伯格 诙谐地揭示了 比较对我们的影响 他建议读者 如果真的 想过上悲惨生活 就去与他人 做比较 他给初学者 介绍了几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 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 展示完美男人 或完美女人 真人尺寸的全身照 他建议读者 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 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 或帅哥的尺寸 做比较 并用心体会差别 这个练习 实现了他的承诺 在比较时 我们开始觉得 自己活得很惨 此时 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 可是翻到下一页 我们发现 第一个练习 仅是热身运动 既然形体美 不是特别重要 格林伯格现在 请我们比较 要紧的事情 成就 他从电话簿中 随机挑选出几个人 让读者进行比较 他声称 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 是大音乐家 莫扎特 格林伯格 累出莫扎特 能说的语言 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 主要作品 他接着建议读者 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 然后和莫扎特 十二岁时的成就 做比较 并用心体会差别 读者即使不做上述练习 很可能也会认为 比较 蒙蔽了我们对人 对己的爱意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 卢森堡 第二章 是什么 蒙蔽了爱 回避责任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 情感和行动 负有责任 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了不得不这一短语 例如 不管你是否喜欢 有些事你不得不做 显然 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 你让我 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 例如 你让我伤透了心 此时 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情感的内在根源 在 艾西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 作者汉娜·阿伦特 记录了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西曼的过程 据他记载 艾西曼和他的同事 借助所谓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回避责任 那么比如说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 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 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 他就会回答 长官命令 公司政策 或法律规定 当我们根据以下理由行动时 我们也就试图回避责任 受说不清的力量驱使 为什么打扫房间 因为我不得不做 还有我们个人的情况成长历程和自我形象等 比如说为什么喝酒呢 他会回答因为我是个酒鬼 再来看看其他人的行为 为什么我要打自己的小孩 因为他要跑到街上去啊 上级的命令 为什么欺骗顾客呢 因为老板教我这样做 同伴的压力 为什么要抽烟 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抽烟 机构的规章制度及政策 为什么我要将你停职 因为你违规了 根据学校规定 我必须这么做 性别角色 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 为什么我必须做我讨厌的工作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丈夫 而且还是一个父亲 无法控制的冲动 为什么吃巧克力 因为吃巧克力的冲动 征服了我 有一次在与家长和老师 讨论回避责任所带来的危险时 一位女士气愤地说 但有些事你确实不得不做 不管你是否喜欢 我认为告诉孩子 有些事他们也不得不做 并没有什么不对 于是我请他举例 来说明什么事他不得不做 他有点不屑地回答 这太容易了 今晚离开这里后 我不得不做饭 我讨厌做饭 我早就受够了 但二十年来 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 其实有时累得像一条狗 因为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告诉他 听到他长期做自己讨厌的事情 我很难过 我希望非暴力沟通 能帮他找到解决办法 很快 他从学习中找到了灵感 研讨班一结束 他就告诉家人 他不想再做饭 三个星期后 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一个研讨班 这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了 他怎么看母亲的决定 大儿子赞叹道 马歇尔 我刚和自己说 哦 感谢上帝 看到我困惑的表情 他解释说 也许他终于可以 不在吃饭的时候发牢骚了 还有一次 我问一个学区的老师 提供咨询服务 一位老师说道 我讨厌评级 这样做不仅没用 而且学生会很紧张 但我不得不评级 因为这是学区政策 此前我们刚刚练习 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我建议这位老师 用以下的方式来表达 我选择评级 因为我想 他脱口而出 我选择评级 因为我想保住工作 他赶紧补充了一句 哦 我不喜欢这样说 这让我觉得我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回答说 这正是我建议你这样表达的原因 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 有段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常常想 如果有一天 技术的进步最终被用来摧毁人类 那么并非是暴行导致人类的灭亡 当然 更不能说是复仇行为 使人类灭亡 人类的灭亡 却是因为现代人唯唯诺诺 缺乏责任感 毕恭毕敬地服从各种命令 我们所看到的悲剧 和马上就要看到的更大悲剧 并非是世界上反抗的人 不服从的人增多了 而是为命适从的人 天化的人 越来越多 一旦意识不到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我们就成了危险人物 非暴力沟通 作者 马歇尔·卢森堡 第二章 是什么蒙蔽了爱 强人所难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 往往暗含着威胁 如果不配合 他们就会受到惩罚 在我们的社会中 这是强者常用的手段 许多人相信 作为父母 师长或经理 我们的职责就是改变他人 并让他们循规蹈矩 我也曾以为 作为父亲 我的职责就是管教孩子 可是我发现 我可以提出各种要求 但无法强迫孩子们 按照我的期待去生活 盛气凌人 并无济于事 是的 我可以通过惩罚 来教训他们 但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 他们迟早 也会想出办法 来对付我 在第六章 我们将探讨 请求与命令的区别 这是非暴力沟通的重要内容 异化的沟通方式 还与一个想法有关 有些行为值得奖励 而另一些行为必须受罚 这种想法 通过应当这个词 得到了体现 例如 他们应当 为他所做的事情 受到惩罚 这种想法认为 有些人是坏人 应该通过惩罚 让他们感受到后悔 并重新做人 然而 我相信 如果一个人 选择新的生活 是为了追求幸福 而并非为了逃避惩罚 那他的行为 就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大多数人 使用语言倾向于评判 比较 命令和指责 而不是鼓励我们 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 我相信 异化的沟通方式的基础是 性恶论 长期以来 我们强调 人性本恶 以及通过教育 来控制天性 这导致了我们对自己的感受 和需要 常常心存疑虑 以至不愿去体会 自己的内心世界 异化的沟通方式 源自等级社会 或专制社会 同时也支撑着他们 对于国王 沙皇 贵族来说 将臣民训练的 具有奴隶般的精神状态 符合他们的利益 故意 不应该 和 吟